小居有想要学的这些传统的技艺吗 因为我比较喜欢听黄美兴跟平坦 就是我听的会比较 跟马老师相比会比较反差一点 就是什么女驸马什么 因为我觉得调调很好听 女驸马 你会唱不 为求离朗离家园 谁留黄帮中庄园 中庄园说红袍 帽家共花好啊 好新鲜啊 但是我觉得平坦会比较好听 平坦 就是平坦唱的那些 我特别喜欢听秦淮景 你教我们一下或者说你觉得 教你唱 可以 这个我觉得可以有 就教你唱 来一句 教一句简单 等会 等会 一句还没听完呢 我这个字我都听不明白 就是 你现在说它普通话是 应该是 这话是 我有一段情 我有一段情 好听 下一句 你来一下吧 你试着来一下 我试试 你试试看 我们听一下有多搞笑 我真的有点 我一句都没听明白 再听一遍 再来一遍 我有一段情 你现在找第一个音 我 他念我 我 我 我有 什么 我 我有 一段情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有一 对 你试试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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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 不管那个土字标不标准 你把那个状态弄出来 你找出那个真棒的感觉 哈哈哈哈 真棒 可以 我 有 一 一 你不要逼死它 妈妈 妈妈 哈哈哈哈 其实我 我会 我会一个别的 什么 别的不好的话 再听这个 哈哈哈哈 别的是什么 逼死范晨晨系列 什么 蓝莲的 杜尔顿 说唱脸组 杜尔顿 杜尔顿 说唱脸谱吗 蓝莲的 杜尔顿 盗玉玛 盗玉玛 啊 红脸的冠宫 战成沙 呜 呜 可以可以 这个这听给了 这听给了 太给了 我们也问问就是 你们三位有接触过一些 好玩的 就是这些传统文化的新的玩法 潮流的玩法吗 我会把四川变脸融合到综艺节目里 那你来一个吗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 就是 你变脸 你变脸是不需要 倒剧的对不对 但是我有学到 他本身的一个城市化的表演 就是 他变完以后要寻视 就是 穿剧啊 穿剧 穿剧变脸 对对对 他会有点这种 嗯 哈哈哈哈 对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问题 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得益于我们自己的文化 真的是博大精深 有足够的厚度 就你在这个厚度上面 你怎么去生发 怎么去发扬 生长出什么样的形态 都是可以的 然后也是能看到 说其实年轻人在这个方面也下了非常多的力气 把他们觉得有意思的新鲜的玩意儿加进来 让传统的文化能够更广为流传 我们说出圈嘛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说出圈嘛